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基础的东西了 可是你真的见过时间吗 它长什么样 是软软的还是硬邦邦的 为什么我们看电视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一下子就看完了 而在学校等妈妈来的时候又过得特别慢呢 虽然我们看不到时间也摸不到它 但是我们可以计算时间 这些数字可以帮助我们计算时间 一秒钟 就是我们眨一下眼睛需要的时间 看上去很短吧 不过你知道吗 就是一秒钟最快的人类可以跑出去十米 而小汽车可以行驶三十多米 而一速光 在这短短的一秒钟可以几乎飞到月球 一分钟 一分钟有六十秒 这差不多是你穿上鞋子的时间 在一分钟里 咱们的心脏能跳七十到八十下 而地球上每分钟大约有两百四十个小baby出生呢 一个小时 一小时有六十分钟 这是比较长的时间了 可以和爸爸妈妈去餐厅舒舒服服的吃个晚餐 也可以中午懒洋洋的睡上一觉 可就在这一小时里 和地球人数一样多的红细胞 在你的身体里被创造出来 并且加入工作打军 一天 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 这正好是地球妈妈自转一周的时间 也就是太阳从升起到落山再升起的时间 可是你知道吗 有一种小动物叫做浮游 从出生到死亡 一共只有二十四个小时 还有一个专门的成语用来形容他们短暂的一生 朝生暮死 一个月 一个月大约有三十天 这也恰好是月球绕着地球妈妈转一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里 杜鹃可以从北京一直飞到非洲了 一年 一年有十二个月 地球绕太阳跑一圈大概需要一年的时间 我们经常用多少年来说年纪 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 我猜猜 可能是四岁 云宝爸爸三十六岁了 地球妈妈已经四十六亿岁了 还有 法老的时代距离今天有五千年 很多小花和小草只能活一年的时间 不过刚才我们说到的光 还记得吗 它跑得特别快 可是在太空里 从太阳妈妈去距离它最近的其他妈妈家做客 连光都要一刻不停地跑四年 所以一年是十二个月 三百六十五天 八千七百六十个小时 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分钟 或者三千一百五十三万六千秒 这样看来也不是很多嘛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时间 而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最好的习惯就是把每一天的时间都规划好 看看这张时间表跟你的一样吗 早上六点半起床 刷牙洗脸 一天开始了 七点开始 吃一顿丰盛的早餐 因为你一天需要大量的能量 七点半了 要去学校了 今天上什么课呢 十二点钟到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了吧 午餐时间到 下午三点半放学了 今天打算干点啥呢 到了下午六点钟 该坐下来吃晚餐了 晚上七点半 时间不早了 应该刷牙洗脸了 晚上八点 好有趣的一天啊 不过我要睡觉了 小朋友 你也来制作一张自己的时间表吧 在一张纸上 左边画上太阳 代表白天 右边画上月亮 代表晚上 左边可以按照时间顺序 画上白天需要完成的三件事 右边按照时间顺序 画上晚上需要完成的三件事 做好时间表后 可要按照时间表来执行 不要偷懒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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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